夏洛特才是家里老大 担当乔治的礼仪老师 一个眼神让路易安静 无论是嘉免典礼 还是皇家音乐会 最吸睛的王室成员都是夏洛特公主 她才是获真价时的王室顶流 即使只是个八岁的小姑娘 却因为长了一张酷似女王的脸 多次登上国际热搜 提到夏洛特公主 很多人都会想到礼仪老师这个角色 简直就是家里的老大 在伊丽莎白女王葬礼上 夏洛特公主提醒乔治弯腰行礼 得到了网友一致好评 夏洛特公主茁壮成长 越来越像伊丽莎白女王 尤其皱眉的时候更是一模一样 正是因为这份相似 让夏洛特有了更高的关注度 注定要在眉光灯下长大 出席曾祖母葬礼的时候 夏洛特公主端庄优雅 并且眼观六路而听八方 当女王的灵鹫经过的时候 乔治王子显然还没有反应过来 夏洛特却眼疾手快 直接提醒弟弟要弯腰行礼 肢体语言专家们一致认为 夏洛特公主小声说了 你需要行礼 真是一位尽职尽责的礼仪老师 从这个细节也能看出 夏洛特公主才冒双全 被凯特王妃教育得很好 难怪会拥有大批粉丝 即使到了正式的场合 夏洛特公主也毫不胆怯 显示出威武和霸气的一面 不少粉丝也很感动 认为夏洛特公主长大了 已经可以为父母分忧劫难 这个小女孩真是不简单 俗话说家和外是心 王室成员们只有互帮互助 温莎家族的统治才能稳固 夏洛特和乔治无比有爱 虽然只是两个小孩子 为人处事甚至比大人都优秀 足以让苏塞克斯公爵夫妇 自残行贿 出席皇家音乐会的时候 夏洛特再次发挥总指挥的作用 提醒哥哥行礼 虽然夏洛特是妹妹 但是行事作风像极了老大 就连乔治王子也要接受他的领导 路易王子是出了名的爱闹腾 种种倒怪的表情 让所有人都忍俊不禁 出席加冕典礼的时候 凯特担心路易整出幺蛾子 因此把他交给了夏洛特 维尔是亲王夫妇 作为核心王室成员 在加冕典礼上忙得团团转 因此照顾路易的重任 交给了夏洛特 以往路易调皮捣蛋 但是夏洛特却有办法 一个眼神就能让弟弟学乖 从现场的公务照也能看出 路易在夏洛特面前寻规蹈矩 没有了往日的小程 俗话说一物降一物 爱闯破的路易王子 原来也怕不怒自威的姐姐 不少网友纷纷感慨 现在的夏洛特 很有安妮公主的风范 未来可惜令人一不开眼 每次出席公务的时候 夏洛特都能为我们 带来不少惊喜 甚至比乔治王子都懂事 女王的前新闻秘书 亚历沙安德森认为 夏洛特是最合适当君主的人 即使乔治才是接班人 大众依旧期待夏洛特继位 成为伊丽莎白二世一样的女王 夏洛特不光是礼仪教科书 还极具领导力 简直就是天生的王者 不得不感慨凯特王妃有福气 膝下的三个萌娃 都又聪明又优秀 令所有人都羡慕不已 英国王室由女出掌成 夏洛特公主堪当达任 被当作继承人培养也可以 除了能力突出性格稳定外 夏洛特跟女王多次撞脸 为我们带来了不少惊喜 这个小姑娘坎成王室顶流 这个小姑娘都亲自然被…… by bwd6